今日说法 45辆汽车一夜之间失踪 到现在我都不想你了 我还记得他能是个骗子 30多位车主四处寻找车辆 丢车事件透视人间万象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追车记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陕西省咸阳市 咸阳的一家汽车租赁店里 一夜之间丢了45辆车 而且明明知道那些车 在哪但是就是找不回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今年9月10日 30多位车主一起找到 这家汽车租赁公司 他们听说自己放在公司里出租的 共45辆车集体失踪了 租赁公司出租的这45辆车总价值400多万 每一辆车的价值在10万元左右 很多车主都是下岗后 想为家庭增加收入 贷款买了车放在租赁公司出租 听说车丢了都火急火燎的赶来找车 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是两个合伙人 他们自己的车也丢了11辆 他们和其他车主本来都是好朋友 公司老板每月从租车费用中拿几百元提成 现在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两个合伙人愁得整天唉声叹气 两个合伙人说 这45辆车都是同一个人租走的 这个人名叫王继涛 9月10日又到了该付租金的日子 两个合伙人就发现 怎么也找不到王继涛了 两个合伙人说 他们之所以非常信任租车人王继涛 是因为王继涛是距离咸阳市15公里的 金阳县永乐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他的妻子还在自家开了个药店 两个合伙人去过他家 也见过他的老婆孩子 可就在王继涛手机关机后 家里单位都找不到他了 按照租赁公司的说法他们把车租给了一个叫王继涛的人 而王继涛就是这个永乐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 车主们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王继涛找不到了 镇政府也许能给大家一个说法 我们现在就到镇政府去询问一下 记者找到了镇政府的机委书记 他告诉我们王继涛是镇政府的包村干部 负责协助所包村上的各项工作 事发前王继涛请了假 之后同事们再也没见过他 至于他租车 纯粹是个人行为 所谓他个人行为 因为他们租车我们都不知道 事发以后我们才知道 当然政府也研究了 等待上级的处理决定 然后我们跟请点王继涛处理 找不到王继涛 租赁公司马上到王继涛工作所在地 静阳县公安局报了案 公安机关以王继涛涉嫌诈骗罪立了案 另一方面 车主们利用出租车辆上安装的卫星定位装置 寻找自己车的下落 信息显示 大多数车辆就在王继涛工作的 金阳县城活动 车主们四散开来 根据卫星定位系统留下的线索 满大街寻找自己的车 一些车陆续被找到 就在这儿吗 当时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从里面走出来 四人 当时我们说这车是我们的 然后他这车你开不走 我们有事呢 我问他什么事 他说这车是公安局涛液压给他的 然后公安局的这会儿也到了 然后我们就把车车就开回去了 当时经过卫星定位定了以后 那个尼桑尼威就在这儿停着呢 他们老板出来以后 这车是他们开的 通过王继涛压到我这儿的 当时压了四万块钱 是五万块钱 然后一开这个停车 过来以后一协调 这个车才放 放的 这些车都是用类似方式顺利找回的 车主们发现 所有开车的人都拿出一张借条说 他们也是受害人 因为是王继涛借了他们的钱 才把这些车抵押给他们的 条子就写的是拿什么车抵押 然后用多少钱 大概二天还 如果不还了就把这个车押给他 比如这辆价值15万元的雪富兰景城 是一年前被王继涛租走的第一辆车 很快他就以4万元的价格 把车抵押给了别人 而车主们还一直认为 车是王继涛租着 每月租金7000元 时间一到他就付7000 时间一到他就付7000 王继涛就是以这样的手段 每个月都租走一两辆车 并转手抵押给别人 一年下来 他已陆续租走了45辆车 车主们觉得 虽然现在开车的人 可能也是受了王继涛的骗 但毕竟车是自己的 他们有权要回 现在车主一旦发现自己的车 马上就和公安部门取得联系 希望公安部门能够把这个车暂时的扣下来 但是有一些正在使用车辆的债权人 是坚决反对扣车 其中就包括京阳县环卫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车主们带记者去找孙勇 但没有见到本人 车主们说 当初他们在街上看到孙勇开着自己的车 但孙勇不同意把车还给车主 我们的一个车主认识他 就把车就开走了 就说你有啥事 你到单位找我 这车是我押的 事实上 孙勇的手里有两辆王继涛抵押给他的车 几天后车主联系到了孙勇 用一万五千元钱 无奈的赎回了自己的两辆车 而同样还有一辆车被车主在大街上看到 让他们意外的是 开车的人竟然是车主们 报案单位的金阳县公安局巡警队的中队长 他就跟我说 文队这车我开着呢 你放心吧 为了要回自己的车 车主们来到巡警队找他 车的话就是 当时就是这个中队长 接下来一个行的那个车 拥了一行 刚好就来那些空间了 现在咱从国学习的大队 跟咱中队长都配合咱 正造这辆车 这个人现在在造五间 记者了解到 这位中队长名叫张阿峰 但谁也没想到 这位中队长竟然出尔反尔 说车是他借的 已经还了人家 金阳县公安局的政委听说此事 把车主们请到会议室 并保证尽快帮车主们追回此车 在京阳县警方的帮助下 车主们一共在京阳县找到了24辆自己的车 其中就包括了巡警队的队长曾经开过的一辆车 车主们与此同时也通过其他的方法在寻找 比如说通过卫星定位系统 他们就发现在京阳县边上的三元线 还应该有十几辆车 这里是距离京阳县10公里的三元县城 案发当晚 车主们通过技术手段发现 部分被骗车辆就在这个县城里出没 于是十几名车主连夜展开了寻找工作 但是他们发现搜寻异常艰难 根据以前卫星定位系统记录过的车辆活动线索 车主们发现有一辆车 一直停放在三元县财政局的位置 租赁公司老板讲述了他 找这辆车的情形 这个门房这里有一个老大爷 就问我干什么了 我就给他说 哎呀我急得很 我要上洗手间 我要上厕所 我就跑进去了 找到最里面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那个车 老大爷 那天是不是这位女士 她那个有个车在这 虽然车主们说 当时对方态度也不好 但通过民警做工作 放在财政局里的这辆车 还是被顺利找回了 而本想靠卫星定位装置 找到车的车主们还发现 这些装置的信号纷纷消失了 并且车主们亲眼看到 这家汽车修理店 拆除了自己车辆的卫星定位装置 修理店老板不但不承认 拆除过汽车的定位装置 对开车人的身份 也坚口不严 不知道 不知道 车主们说 当时他们看到对方人很多 把车开走了 也不敢贸然声张 一面尾随在车后 一面报了警 很快 当地三元县城关派出所的 三位民警 和车主们第一次报案的单位 京阳县公安局的一位范警官 都来到了现场 但是开车的人却不慌不忙 拿出了一套机动车登记证件 说车是王继涛抵押给自己的 按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公安机关遇到涉嫌被骗的车辆 应当扣车 查识车的身份 但车主们说 当时三元县城关派出所的民警表示 既然现场无法评别真假 就让对方把车先开走了 第二天 不甘心的车主们 又给开车人打通了电话 那你就说 你希望在中国压了多少车 我们给你准备多少钱 那就是两个车 准备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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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两个车 准备多少钱 至于你给王继涛 打了多少条子 王继涛把车压给你以后 就是压了多少钱 跟到现在也没有关系吧 因为车是哪里的车 那边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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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车 你帮走钱 你六万四千块 输两个车 开车人提出 让车主们拿钱 赎回本属于自己的车 这样的条件 车主们当然不愿接受 他们说 车是三元县城关派出所 民警放走的 还得请民警帮忙找回来 11号晚上11点多 叫这个蒋仙 蒋仁大队 范警官 范警官处理 叫做蒋仙 你这个案子 就要那边 爬出来 派出所民警说 根据出警记录显示 车应该是立案单位 金阳县公安局 范警官同意放走的 找车也该范警官负责 派出所只能协助工作 于是金阳县公安局的范警官 再次来到了三元县城关派出所 两方的民警见面 谈起当时的情况 都说车不是自己放走的 等于说咱不能配合他扣车是吧 咱可以嘛 咱可以就是要扣车的话 咱都需要办案 就当时的办案 范警官当时是你说的 说这个车你可以走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就没办法 所有的警察家都是 以局域 以线为主要 在三千个 到底是谁说的 让车主可以走了 让那个开车的人可以走了 刚才在三元县 就刚才那个厂警官吗 对 不管怎么样 三元县城关派出所表示 他们愿意全力协助扣车 根据车主提供的线索 当时车被一个叫唐勇的人开着 此人就住在城关派出所辖区内 他在城关派出所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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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涉嫌诈骗的王岐涛把车主们都害惨了 涉及到案件当中45辆车 涉案金额400多万 现在经过了车主们一个多月的努力 在京阳县三元县找到了25辆 不过还是有些车没有下落 或者是知道车在哪里 但是现在使用车的这些人死活不放车 到底车主们的权益应该如何来维护 请导播帮我们来先通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为洪老师 车主的权益可以通过公安机关 对张车进行追缴 然后与法皇这样一个途径来获得维护 那么只有一种情况下 公安机关可能不予于扣押 那就是车的使用者 到政府法定机关去进行了过户登记 不可以是像你们说 他车我开着就算抵押了 这个在法律上无效 用车的人权益又应该怎么保护呢 他只能够跟骗子要钱去 那这个车必须无条件的交还给公安机关 那么公安部门什么时候应该把这个车发还 只要是对这个车 从证据这个角度进行了收集和固定以后 比如说给他拍张照片 这个车本身应当是尽快的返还这个被害人 会收定的停车保管这样的费用吗 行事中当中是不可以让被害人出费用的 好的 谢谢洪老师跟我们电话连线 今天这个故事特别像一个多棱镜 我们如果从不同的侧面 不同的角度 会看到不同的反应 修车店的人的反应 现在正在开着车的债权人的反应 当然还有车主的反应 每一方在遇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都会找对自己有利的那些事实 于是各方的利益和各种各样的事实纠缠在了一起 现在大家都希望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时至今日 我们相信最好的方法就是相信法律 相信法律关系 相信法律最终给出团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学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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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